这个女人特别喜欢绿色的青蛙 房间内各种各样的青蛙随处可见 女人说可以忍受没有男人的生活 但是不能没有青蛙 那么这小小的房间里到底有多少个青蛙玩具呢 女人说总共有2325个 而且全部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节目组表示不相信 于是女人喊来丈夫帮忙打下手 要给节目组展示一下 女人先捏出青蛙的头 然后粘上她的眼睛 最后放上小舌头就做好了 那么女人为什么喜欢青蛙呢 原来是她喜欢绿色 家里的窗帘头上的发卡 包括身上穿的衣服都是绿色 每天给这些玩具清理灰尘 占用了她大部分时间 突然女人端着一盒青蛙出了门 原来她是把玩具带到了幼儿园 女人说她很高兴能将自己的作品和孩子们分享 因为自己小的时候从没有过这么多玩具 回到家夫妻俩又开始做青蛙 最终成品转过来的时候才发现 这是送给节目组的 很多细节都做得特别到位 希望夫妻俩能永远沉浸在青蛙的海洋里 每天开开心心